大家好,我是Daryl,欢迎收看怪奇音乐 今天要来分享一个所有吉他手之间的一个旧极大哉问 叫做如何分配练习时间 这个问题从我拿起吉他开始一直到现在 其实都不断地在调整 因为我必须要先跟你讲一个最最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目标,目标跟目标 你一定要知道你每天的目标 你短期的目标跟你长期的目标在哪里 如果没有目标的话 你很容易会跳进吉他音乐的这个大海里 完全不知道你该做什么 因为先不用说其他的 光是音阶和弦爬音这个音乐当中的三大分类 就已经够你受得了 更不用说这三个大象里 里面还可以分成无数个小项目 除此之外还有技法 技法又可以分为finger style 或者是用pick来谈的 这两种又可以根据不同的风格 而发展出各式各样的特殊的技巧 就算你每一样小项目只花五分钟来练 花一整天你也不可能练完所有的一切 所以你一定要先确定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想谈什么 以及你现在的能力 短期之内你可以练到的程度 跟长期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才可以决定你要怎么样来分配你的练习时间 以我现在来举例 因为我已经是一个上班族 所以我每天下班回到家吃完饭 大概就差不多八点到八点半之间 因为我喜欢metal 我喜欢重金属 所以我每天大概还是会花个半小时 把picking 就是那pick谈的一些基本的训练 包含一弦一音一弦二音到一弦四音 扫弦这些基本的技法会先稍微练一练 还有down picking 这些技法练完之后 我也会练一些基本的音阶 C大调音阶 五声音阶 和声小调音阶诸如此类 接下来我会让自己去试着作曲 或是弹一些我喜欢的歌 这是我目前一个最最最粗略的一个时间分配的方式 因为每个人的状态不同 每个人喜欢的音乐类型也不同 程度也不同 所以我没办法在这边帮你 理出一个最完美的练习时间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 请先确定你的目标 再把你的目标 区分成几个不同的项目 来分配在你的练习时间里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每一个项目我建议不必练超过15分钟以上 因为人的注意力其实没有办法持续那么久 除非你练的是非常非常不需要思考的东西 要不然如果你在学新的你在消化吸收的话 我觉得每天一个项目大概练15分钟 我觉得就很够了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或是写信到我们的email 我们会在这个系列跟各位分享很多 弹吉他的心路历程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欢迎追踪我们的YouTube IG跟抖音频道 如果想要来上吉他课 请随时欢迎联络我们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